首先很感謝ECT率先寄了這次的產品給我試用 因為大概早在兩個星期之前 這個產品已經在日本寄到台灣給我試用 所以真的很感謝你們在支持 言歸正傳 大家還記得早前在真無線藍牙耳機的市場上 出了一個Cross Over的耳機是很空洞的 如果你是新世紀方戰士的粉絲 你一定知道當時新世紀方戰士Cross Over Final 所推出的這個耳機 當時我是很想買初號機 因為我是初號機粉絲 但是我的理智叫做我要冷靜冷靜 所以我沒有買到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理性消費有少許購買 我實在太多耳機了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買到 而在那時候 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喜歡日系調音的 一些發燒級的玩家 他是很期待 Final他會推出一個真正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等了那麼久 今天終於出現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如果大家喜歡收看一些好好生活的好產品 科技的產品 相機鏡頭的評測 或者街拍的記錄 又或者我現在在台灣生活的一些生活點滴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鐺 步步你這樣幫我按一按它 我新片發佈 你才會第一時間知道的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這個來自日本的發燒耳機大廠 Final最新推出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ZE3000 我們廢話不要說那麼多 立刻跟大家開箱先 好了開箱了 打開了盒子之後 就會看到有ZE3000的說明書兩本 然後就到耳機的本磚了 首先我們看看充電盒的部分 充電盒蓋的上方就印有Final的Logo 然後下面就是USB Type-C的充電頭 打開了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是一個磁吸式的充電倉 盒蓋都用了一個磁吸式的設計 然後就到耳機的本磚了 耳機的部分非常之輕厚 只是重5g而已 耳機底部都是有磁吸點的設計 所以亦都是方便你直接放入磁吸式的充電倉裡面 然後也看看有什麼配件 配件的部分就有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就是Final專為True Wireless耳機設計的Type-E耳室 總共有5個尺寸給大家選擇 我們今天開箱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Final ZE3000其實一共有兩個顏色 我現在拿到這個就是白色 非常之靚仔 而我們去看耳機本體之前 我們先說到充電盒 你其實看到充電盒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塗層的有一個coating 你會想到什麼呢 看到這個coating 有玩相機的朋友的話 其實你會非常之刺塵雙色的 因為它所使用的就是粉雪塗層的設計 其實有很多旗艦級的相機 都是在用這些coating 例如Nikon以前的D3X 就是用這種塗層去做表面的coating 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比較上是內磨蝕一點 還有你拿上手的摩擦力會比較好一點 就沒那麼容易說 你拿到手上會shut一聲就整個耳機飛走了 因為我以前用過Jabra的85T Eli 85T 其實它就會是一個很光滑的表面 其實真的我試過 開個耳機的時候 整個就飛了到地上 那時候真的嚇到我媽媽都明白了 所以這些看起來好像是很細緻的細節 真的不容忽視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們說到整體的握感 其實都是非常舒服的 不會太大不會太小 一隻手就可以握得到 可以掌控在你一隻手之內 所以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用單手去操作 打開或者關上去 其實用一隻手已經可以處理得到 原來Final它單單是做Z-A3000的充電盒 就已經做了十幾個版出來去測試 它們比較了十幾個版本才出到這個正式版 而在充電方面 它就是使用USB Type-C去充電 就沒有現在大眾需求的QI無線充電 沒錯 又是一個沒有無線充電的高音質耳機 跟我們上次測試的Focus Pro一樣 沒有無線充電 我就在想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高音質的 即是無線藍牙耳機會面對的一個共通問題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我不清楚 但我希望之後可以加入一個無線充電的版本 因為其實我對我個人來說其實挺需要的 好像我們現在桌面有一個無線充電的插座 其實我整個耳機放在上面我只可以充電 是很方便的 我希望之後會有這個功能 充電盒的方便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說一下它的耳機的本體 除了耳機本體它也是使用粉雪圖上的設計之外 其實它在充電盒裡面拿出來 都是挺容易就可以拿出來的 因為它也是有相對一個高的摩擦力 還有如果你本身是有留意Final的入耳式耳機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Z-A3000其實好像屬了屬面一樣 撞樣子 因為它這種起閣的設計 早在它之前自家製作的入耳式耳機 已經是有一個很相應的設計 所以你不會覺得陌生的 但是雖然它說外表是起閣了 但是你戴在耳朵上它一點都不銀耳 而且反而是非常之舒服的 而在耳機的觸控面板上面 其實都印有一個小小的Final的Logo 它在低調之中 我覺得它跟耳機本身的白色是非常相配的 而在這個觸控面板上面 你會看到有一盞小小的LED的指示燈 是一個狀態的指示燈 可以讓你知道現在你的連線狀態是怎樣 以及有沒有充電等等 目前我已經測試了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我只是發現了一個小問題 就是你耳機本身的觸控面板 在你戴上了耳朵之後 如果你要拔耳機下來 我試過有幾次是試過不觸控的 我沒有想著要觸控它來做控制 但是是會有試過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會控制到它停 或者播放這些問題 這個可能是我個人使用手勢的問題 也不一定 因為後來我習慣了它某一個位置 是觸控到之後 其實我拿下來避開了一個位置 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還OK的 大家可能未必會有遇到我同一個問題 而有關觸控的操作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畢竟都是播放、暫停、上下首歌 這些東西 一用可以叫做serial 或者google assistant 基本的控制都有就對了 那我就不要在這裡哆哆嗦嗦了 好了 那我們是時候說一個重點 就是音質 畢竟Final是說要製造一個 最好音質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首先Z-A3000它是沒有ANC的 所以大家在使用Z-A3000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選擇一個合適自己尺寸的耳塞 耳塞的部分都是用Final自家研發製作的 Final Tab E的TWS 那本身它的耳塞的柔軟度非常之好 整個配戴感都很好 選一個合適自己尺寸的耳塞 是有效地用一個物理的情況去減低外在的草音 所以一定是要選一個合適自己尺寸的耳塞才好 OK? Z-A3000它說明是為主打音質好的藍牙耳機 它使用的就是一個自家研發的動圈單元 F-Core for wireless 目標是要傳達一個最真實和高環原度的音樂給用家 如果你去Google一下Z-A3000 其實你就會看到它是用了一個很新的技術 去做這一顆單元 主要都是說一件事 就是它研發了一些技術 解決了一些真無線藍牙耳機本身已經知道的問題 所以我也不囉囉嗦嗦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知道這個技術是怎樣玩的 自行去Google Z-A3000 你就一定要找到這些資料 我這裡也不囉嗦 因為我喜歡說重點 OK? 那到底音質好不好呢? 這實在是大家著重的重點 針對1380元定價 你可以買到一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而它支援到24bit無線藍牙耳機的話 我覺得已經好到非常了 公道點說一句 它是不是真的一個最好音質的真無線藍牙耳機呢? 我覺得不一定 未必的 因為上次的Focus Pro 它的確是比這隻Z-A3000 它的音質來得更加細緻 而且更加通透 有彈性 但是在說這隻Focus Pro 這隻耳機是一圈兩鐵的無線耳機 而Z-A3000 它只是一個動圈單元的耳機 它都有這個品質 所以以1380元的價錢來說的話 它是我目前聽過最好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聽了什麼音樂 以及用什麼的Defice來聽 我就是用華碩的Sanfon 8 然後搭配這個Z-A3000 分別聽了Billy Ehrlich的Hi-Fi 以及Hi-Res音質的Billy Bissanova 前段的木結他 其實它兩者的分別不是太大的 但一到中段 它那些低音電子聲和人聲進來的時候 是非常明顯地 你們會聽到Hi-Res的音質 是通透非常之多 人聲也都明顯集中了 低音方面也不會說是很鬆鬱蒙的感覺 也都很明顯聽得到Z-A3000它的主力 根本就不是在低音上面 話雖如此 不是在針對低音方面 但是不代表它低音不好 低音都好的 我換了聽Billy Ehrlich的Bat Guy來聽 其實因為本身這首歌 它的編曲是比較注重Bass Line 所以它的混合本身已經是做得很好 而Z-A3000其實都可以介入得到 它的低音的力度 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剛剛好 不會說overload 也不會說是一點Bass都沒有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很舒服的低音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很不喜歡那些低音很多 低音是變得很毛磅磅的聲音 反而Z-A3000它是在中高音的表現上 實在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我們公平一點 都是聽Billy Ehrlich的歌來比較的話 我們來聽No Time To Die的時候 前段它只有鋼琴聲 然後是有少許的Effect 接著就是人聲 前段我聽到的鋼琴聲 它的空間感和人聲的通透是很棒的 你是聽得到的 而去到中段它開始加了禍音的人聲之後 還有電吉他開始進來 整個感覺的空間感 又抽離去了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Headphones是做到這件事 而去到音樂錄的時候 原樂的部分開始進來 小體感、中體感、大體感開始進來的時候 整堆東西在一起 你是更加突顯到Z-A3000它的分析力是很強的 每一樣的樂器、人聲 都是擺位都很分明是處理到的 當然一隻1380元的耳機做到這樣 我自己是好收貨了 你不要將它跟真的發燒級的耳機 如果你真的要聽一個非常之澎湃 擺位很清晰、空間感很強 分析力很強的話 都是買回有視耳機會最適合你的 但是說到一個輕便為主 真無線藍牙耳機做到一樣東西 我收貨了 真的很收貨了 有一點要提一提大家 Z-A3000在Android手機上 我覺得它的推力是比較好一點的 你的Volume不用開到很大 都已經是有力了 但是我在iPhone上聽 我幾乎要開到滿 幾乎是80%到90% 我才感覺到是夠力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我的錯覺 或者是我電話的問題 或者可能因為傳輸 coding的問題 始終Z-A8是有APDX的 我不肯定 我只不過是給大家一個忠實的測試情況 我告訴大家 最後也和大家說一些spec的東西 我其實不太想說spec 但我都和大家說一說 Z-A3000是使用了QCQCC3040 換言之它是支援藍牙5.2 支援APDX APDX Adaptive AAC SBC 這些都支援 電力方面它可以使用到7小時左右 搭配充電盒可以使用到35小時左右 大家參考參考 我想你連續聽4-5小時都可以 如果真的你用的耳機 所以是可以的 針對連線穩定度方面 我就試過用iPhone 在台北市內搭乘捷運 其實在捷運上試過斷了幾次 但是一瞬間就會連接那個斷線 看你覺得它是否一個斷線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是用Z-A8的話 我沒有試過斷線 總括來說 說這個價錢可以做到這個成績 有這個質素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是會不滿意的 我覺得 起碼我自己是認為它是很值回票價的 因為它有hi-res 如果大家是有機會的話 真的去試一試看 是否適合自己 因為這些真的很主觀 而且你一定要試hi-res的音樂 你才真的試到它 試真還是龍 還是風 還是什麼 如果你試聽的話 我比較推薦你去聽一些女聲為主的音樂 acoustic為主的音樂 簡單一點 中高音的地方 你試一試它 我想你會驚訝的 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女聲 acoustic OK 那這隻FINALS A3000的產品連結 我會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自己自行去看 參考一下 OK 最後大家 記得一定要 理性消費有需要才好購買 今天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你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 暴暴力 幫我按一按 並且把通知set做全部 在我身邊發佈 你需要第一時間知道的 順手都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新的產品 或者是我在台灣生活的一些點滴 我會首先透過story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今集就是這麼多 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 bye bye